华语全新版 第八册 Volume 8 第一课 Lesson 1 半脑的女孩 从外表看来 15岁的克里斯丁 和一般美国女孩 没什么两样 她聪明活泼 热爱运动 而且还是个学期平均成绩 就是4.7分的好学生 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她只有半边脑子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网站报道 克里斯丁在八岁那年 得了很少见的一种脑炎 当病痛发作时 从头到脚 全身不停地发抖 不停地吐 医生建议她做 大脑半球切除手术 不然的话 除了每天病痛 她还会渐渐半身不能动 然而就算医生开刀能成功 克里斯丁还是有可能发生 左半边身体不能动 左眼看不见的情形 她和妈妈很害怕 无法接受开刀的建议 医生只能继续用药来帮忙她 渐渐地 她病情发作的次数 日益增加 一天竟然有一百五十次左右 这种痛苦的日子 让她写信给医师 我不愿过这种日子 我要开刀 手术动了十四个小时 九周后 她回到学校上课 左手下垂 左腿无力 但靠着不断地运动 现在她不仅能正常生活 同时还是学校的保龄球校队呢 第二课 Lesson 2 我还拥有 对一般人来说 拥有平凡的生活 拥有太太 拥有小孩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是对独角 独眼 又没有双手的中年男人 谢昆山而言 这实在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谢昆山小时候 家里很穷困 国小毕业 就到工厂做学徒 16岁那年 一场电机的意外 让她失去了双手和一条腿 后来又失去眼睛 她说 我不去想我失去了什么 只想自己还拥有什么 面对自己的不幸 她没有对上天表示 不想玩下去 反而开心地学到 嘴巴的许多功能 她试着用嘴 摇笔写字 画画 口水滴湿了整张纸 但这只是小事 可怕的是 笔的另一端 把嘴刮出无数的伤口 一年365天之中 她有300天以上 嘴里伤痕累累 平常维持两三个破洞 是正常的 严重时 甚至有六七个伤口 哪怕是这样 她还是把笔咬得紧紧的 在名师的指导 和自己的苦学下 谢坤山赢得很多 全国性的绘画大奖 赢得一个善良的女孩 愿意嫁给她 最后也赢得自己的 终身幸福 第三课 Lesson 3 她永远年轻 杨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 七十岁时 她才开始学习摄影 拍摄过摆来张翠鸟照片 就连专业的行家 都自叹不如 翠鸟最令人蛰伏的本事 是潜水捕鱼 从俯冲 入水 猎取 收翅 扶水 振翅 到飞离水面 大约只需一秒的时间 一般人要拍到她停留 或咸鱼吞食的画面 尚且不容易 更何况拍到她 潜入水底 咬鱼的画面 杨爷爷做到了 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杨爷爷在公园中 原有的池塘里 用泥土围出一个小池塘 里面有树枝 也有小鱼 接着 她固定一个 密不透水的透明摄影箱 在翠鸟俯冲的前一秒 她以遥控按下快门 翠鸟捕食的照片 生动美丽地展现了生命力 杨爷爷水中摄影的精神 与技巧 让她个人的生命力 不断重现 也借此告诉世人 只要你愿意 生命力充满了 无限的惊奇 第四课 Lesson 4 大雨治水 大雨是中国古时候 最早治好黄河的工程师 黄河是中国的第一大河 带着石头和泥沙的黄河 很容易就把河道堵塞起来 河水满了出来 到处乱流 淹没了老百姓的房屋和田地 大雨的爸爸满满 满至水好几年 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 原来 他是用建筑低房的方法 来防止水淹出来 低房刚住好后 虽然有一些效果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河水又会超过低房 将田地和房屋冲走 大宇接替爸爸治水的工作 他仔细地研究 为什么黄河不向潜流 反而冲向河岸两边呢 他观察到两岸的泥沙 会不断地堆在河道上 河道变浅了 水就容易涨起来 因此他请人把塞住的河道挖开 挖深 大雨来了 起初河水都没满出来 可是几天后 地势较低的地方还是淹水了 大雨又想 如果只有一条河道 大水一下子积在一起 流不出去 当然就会有水灾 要是能有更多的水道 接到大海 水就可以加速 加量流向大海 因此雨又请人 在主流外 挖很多条水道 将黄河分流到大海 终于把黄河的祸害 消除了 第五课 Lesson 5 什么方法最好 巴布先生 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 不妙的是 房子不满 从屋旁大树飞来的小虫 天冷的时候 小虫会跑进屋子里 大家都很讨厌 虫怎么会聚集到家里呢 要怎么赶走虫子呢 大儿子说 干脆把树砍了 女儿说 树倒下来会不会压到屋顶 太太说 砍倒一棵树是没有用的 附近树上的虫还是会飞来 况且这树是邻居的财产 我们利用晚上偷偷地砍呀 儿子说 大家都反对儿子所提的意见 女儿接着建议 请除虫公司来毒死这些虫子 儿子提出反对意见 万一虫子又回来了呢 没错 就是这么一回事 以前就是这样对付蚂蚁的 蚂蚁真的又回到他们的老巢学 巴布先生说 我去请教昆虫专家吧 没想到专家的建议是 试着喜欢这些虫子吧 这下巴布先生也不知如何是好 女儿说 我们搬家吧 巴布先生摇摇头 搬家太贵 再找的房子或许也有问题 而且房子这个样子 恐怕也无法脱手了 巴布太太 灵机一动说 这附近的房子 好像有的没有虫害呀 这一家人花了一些功夫做比较 终于找出原因了 原来虫子喜欢白色或浅色的房子 他们重新将房子漆成深色 果然解决了问题 第六课 Lesson 6 夏威夷不种凤梨 夏威夷岛上生产的凤梨 曾经销售全球各地 有六十年的历史 也为杜尔公司赚了不少钱 1991年以后 他们放弃了凤梨的生产 因为工人在夏威夷 采收凤梨的工钱 每小时要8.23美元 相反的 在泰国 工人的成本不到0.9美元 假如要维持市场的竞争力 夏威夷的工人 生产力 必须是泰国工人的9倍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种凤梨 夏威夷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呢 答案是肯定的 夏威夷有温暖的气候 美丽的海滩 美丽的海滩 热情的人民 发展观光业 可以让采收凤梨的工人 变成亲切可爱的旅游服务员 夏威夷人的生活 过得更好了 找出自己的优点 来发展 我们的明天 变得更美好 第七课 Lesson 7 舞动人生 在英国北部乡下的一户人家 爸爸和大儿子东尼是矿工 小儿子比利只有11岁 妈妈在比利八岁时过世 一家人过着穷苦的日子 家里再穷苦 爸爸还是想办法 让比利学拳击 比利却把学拳击的费用 拿去学跳芭蕾舞 因为她喜欢跳舞 她觉得在跳舞时 整个人仿佛一只飞鸟 一股电流 快活极了 爸爸知道了 又惊吓 又愤怒 便不准她去跳舞 教芭蕾舞的金老师 觉得比利有跳舞的天分 决定偷偷地教她 准备让比利参加芭蕾舞学院的真事 爸爸知道了 把金老师骂了一顿 耶旦节的晚上 比利邀请她的好朋友 一起到拳击场跳芭蕾舞 不料被她的爸爸看见了 爸爸的嘴紧紧地拉成一条线 那是她极竟 那是她极端愤怒的表情 这时比利竟然放开自己 跳起芭蕾舞了 爸爸站在那里 看着她的小儿子 跳得那么有活力 那么优美 那么动人心弦 爸爸决定 又像是天际的闪电 令人振奋无比 此时爸爸的眼眶也潮湿了 第八课 Lesson 8 读书心得 最近我读了一本 海明威先生写的 《老人与海》 心里非常感动 这本书的内容大意是说 有一个在海上捕鱼的老人 已经八十四天没捕到鱼了 平日和他一起捕鱼的少年渔夫 不再跟着老人捕鱼 所以老人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出海 到了第八十五天 运气终于来了 他捕到一条大鱼 映着阳光 那条大鱼显得亮晶晶的 身体比老人的船还要长 老人用尽力气抓紧绳子 要把大鱼拉回来 他不仅手破皮 流血了 还抽筋呢 老人一再告诉自己 为了征服这条大鱼 我一定要坚强地显出男子气概 最后大鱼没力气了 老人使劲拉回钓绳 总算把大鱼绑在船边 老人觉得很满意 他从来没有一个人 捕过这么大的鱼呀 在回航中 鲨鱼闻到血腥味 追上来 老人使用鱼叉当武器 和鲨鱼对抗 可是老人斗不过鲨鱼 大鱼被鲨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鱼骨 老人回到他的小屋 躺在床上便睡着了 许多渔夫来到岸边 看到这么长的鱼骨 都认为此地 从来没有人抓过这么大的鱼 我读了这本书 很佩服老人奋斗的精神 虽然大鱼被鲨鱼吃光了 但它不怕挫败 孤独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并且快快乐乐地生活 真令人敬佩 第九课 Lesson 9 由巴黎岛 今年夏天 我和家人一起到巴黎岛玩 我们住在一家设备完善的饭店 饭店的后面有海滩 我们迫不及待地 想到海滩上玩 没多久 爸爸和妈妈 躺在椰子树下的梁椅上 一边喝着椰子汁 一边聊天 显得悠闲又自在 我连忙下水游泳 快活地像一条美人鱼 妹妹和一些小朋友 在沙滩上放起风筝 他们又叫又跑 声音比一群麻雀还吵人 第二天 在导游先生的带领之下 我们去参观阿贡火山 岛游先生说 印尼人称巴黎岛为神的岛屿 据说万能的神曾住在这里 我们站在山边 遥望着火山口 觉得既宁静又美丽 不能想象 他曾经发过脾气 火山爆发 在路上 我看到很多梯田 高高低低的 排列得相当整齐 好像是上天 特别为我们绘制的抽象画 我们去看海神庙 又去逛艺术街 欣赏了很多绘画和雕刻 我和妹妹特别喜欢一些手工艺品 像风铃、凉鞋、篮子 及各式各样的木雕 真是叫人木不侠几 最后我买了一串风铃 妹妹买了一个木雕 巴黎岛的风景 令人难忘 美食更令人回味无穷 烤乳猪大餐 烘鸭子料理 又香又甜 入口即化的榴莲 让我们口齿留香 而这美如仙境的巴黎岛 令人流连忘返 第十课 Lesson 10 小河 曾经我是潺潺的小河 从山间一路溜到山脚下 带来山林芬芳的气息 鱼虾跳到我怀里 螃蟹陶醉在我的歌声中 水草愉快地跟我握握手 晴空总是羡慕我的喜悦 曾经我是涓涓的小河 从山脚穿过田野 绕行村庄逛到小镇 带来祥和的岁月 孩童嬉戏的笑语 回荡在我的耳边 男男女女 勤奋淳朴的身影 倒映在我脸旁 晚霞常常和我闲话家常 曾经我是从从的小河 踩着希望的脚步 钻过木制的水泥的钢铁的桥身 从小镇游向大城市 带来家家户户 平安的幸福的消息 霓虹灯水银灯 沿岸为我祝福 明月不时凝视我的清澈 曾经我就是这么无忧一路 投向大海的怀抱 第十一课 Lesson 11 爱唱歌的鸟 一只鸟和一棵梧桐树 感情非常好 小鸟整天在树上唱歌 从繁花似锦的春天 唱到绿叶成音的夏天 再唱到风红染霞的秋天 但是寒冷的冬天快到了 小鸟必须离开梧桐树 去避寒 再见 请明年再来唱歌给我听 梧桐树说道 好 请等我回来 小鸟说完 就往南边飞走了 当小鸟和春天一起回来时 梧桐树已经不在了 只留下灰灰黄黄的树根 流着眼泪 树根哀伤地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 梧桐树被聚下来 制成火柴 再送到杂货店出售 到底现在怎样了 我也不知道 交集的小鸟带着一丝希望 飞向杂货店 但是火柴已经被农家的小女孩 买走了 小鸟一秒也不停 向着农家急速飞去 你知道火柴怎么了吗 小鸟的心越来越沉重 女孩说 火柴已经烧掉了 不过火柴上点的火 现在仍然在这个灯里燃烧着 小鸟静静地看着灯里的火光 小鸟把去年的歌 一首一首唱给火听 火光一闪一闪的 仿佛也喝着小鸟的歌声 歌声里有太多太多美好 和难忘的回忆 唱完歌后 小鸟凝视着火 火凝视着小鸟 小鸟忘记了飞翔 第十二课 Lesson 12 月光下 美丽的景致 常常让人勾起思念的情怀 思念不在身边的亲友 思念往事 思念过去美好的岁月 月光下 人们特别容易拨动心中的怀念之弦 月儿弯弯时 思念向弯弯的勾 勾起了一串串的回忆 月亮圆圆 思念也像圆圆的大盘 像装满散 像装满散落天边的亲情 思念是一篇篇 绞结的诗篇 一首首感人的乐曲 千古同唱 曾经在月光下 宋朝文学家 苏氏 想念着弟弟 苏哲 他举着酒杯 仰望着天上 像白玉盘的明月 心中想着 兄弟两人 如果能像小时候一样 一起赏月 一起吟诗作对 不知道该有多好呀 苏氏喝了一口酒 向月亮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无情 都是在人们分离时 才特别的圆 特别的亮呢 为什么不在你圆的时候 也让世间的人都团圆呢 银白的月亮不说话 夜更深 月更圆 此时苏氏 只希望弟弟平平安安 也像自己一样 正看着同一轮明月 透过月光 兄弟两人 好像见了面一般 隐隐约约中 月面上浮出两行字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美丽的景致 让诗人写出美丽的思念 一代代传唱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